钱道愣鼓,大家好,我是钱道 下半年啊,个人建议呢,大家不要管 核心再道鼓,如果说再一次有所反弹 不要管他,咱们把精力集中在大消费 医疗顺周期板块上来 说实在话,钱道这个人呢,是不太喜欢滚而抹角的 那一向呢,都是直来直往 确实,像理念,科技半脑体,光伏这样一些板块的行情 并没有完全结束 那所谓百足之从,死而不僵嘛 虽然呢,在6号,8月6号的时候 央视财经发文了,针对汽车芯片市场 哄台炒作,价格高企这样一些很突出的问题 市场监管总局呢,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于涉嫌哄台价格的汽车芯片 经销企业立案调查 就使得呢,核心赛道板块 今天风光不在了 但是啊,就算是央视发文 估计啊,也只能挡地老一时 因为资金面,它不会因为消息面的影响 就会一败涂底的 反而可能呢,简单回撤以后 然后呢,再度叙事再发 这一点,个人认为是毫无疑问 但是可能有人会问 啊,那既然是这样 那么等啊,咱们等核心赛道股 回调充分以后 那时候介入不是挺好的吗 拨一个反弹不是挺好吗 但是为什么啊,你建议不要去管什么反弹呢 把精力去集中到消费医疗顺周期板块上来呢 其实这个里面啊,还是一个炒作的逻辑问题 首先,咱们从大的趋势来看 7月份,中国的CPI数据是稳中有升 同比上涨了1%,环比上涨了0.3%,涨幅不大 而PPI的数据呢,同比上涨了9%,环比上涨了0.5% PPI和CPI的减刀差达到了8个百分点 这个是中国自从采用了CPI-PPI数据统计以来的一个新高了 那么这个数据呢,一方面它显示出通胀传导是不顺藏 价格上涨,这一部分啊,绝大多数都给企业消化掉 另一方面呢,就说明啊,咱们老百姓手里面确实没有钱 所以消费上不来啊,所以呢,也没办法涨价 大家要知道,通胀这个问题啊 其实适度的通胀对经济是有益的 而如果说通胀始终是在上游的原材料短 没有办法涨到的下游 那么一来呢,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来呢,它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大循环啊 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炒股票,咱们炒的就是一个预期嘛 那下半年,消费领域必须要有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 那才能够真正带动经济良性循环嘛 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而且历年以来,咱们中国下半年的经济状况 都要比上半年要好 所以啊,下半年 大消费领域势必会有一波像模像样的行情 至于医疗领域,那可做的文章太多了 疫苗概念股呢不说了 全世界下半年防疫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了 美国呢,现在已经又回到日均十万人自感染了 像咱们中国,如此严防失守,还临行感染不断 所以呢,疫苗概念,医疗器械概念,那在下半年是大有可为的 而像医美概念,CRO概念 这个呢,本来就是联钱抱团的阻力 经过一轮调整以后,我想再度引发热炒,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至于顺周期发挥,毫无疑问,那还是得益于通胀预期升温嘛 资产价格上涨 美国缩紧货币政策,暂时那是肯定是没有办法落实的了 美债现在是不断的上涨 美联储不去接盘,那谁还会去买美债呢 那所以呢,印钞票还是得继续的 市场的避险情绪呢,也就会越发的浓厚了 资产价格,你就算是有政策方面的压制 但是治标治不了本,该涨价还是得涨价 咱们不说中国了,我想下半年全世界的PPI都会继续暴涨 PPI跟CPI的减刀差大概率还会再创新高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就会越来越困难 那么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我想除了政策的必要扶持之外,消费得跟上来 消费怎么才能跟上来呢?来一波行情,老百姓手上有钱了 涨点价就涨点价,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第二,理电,科技半导体这样一些核心赛道股 往上,咱们就算是它还有10个点的空间 但是往下最起码有20个点30个点的空间 就算是上涨概率和下跌概率都是50% 咱们如果说用20-30个点的下跌空间去拨10个点的上涨空间 那叫不智啊 核心赛道股的高增长性,那必须要用未来10年 来至于20年的时间去充分的体现 在短期内,如果说透支几十年的盈利空间 过分的包装所谓的高增长性 股价现在已经到了山顶了 那还要往云端再去挺进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还去凑这个热闹 那就叫不明了嘛 那么在国家现在已经发出了一系列理性看待上涨信号的声音以后 还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机构 或者说一些媒体不断的炮制所谓的利好 拉高又多 哄骗洒乎进场接盘 这就叫不仁 风险不断的累积了 那一旦溃低 那么肯定就是蜂拥踩踏出场 最后就是重蹈连后那些暴团股 老的暴团股团灭的覆辙了 那么如果说那个时候逃命的时候 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风度吗 这种情况之下就叫做不易了 所以就像这种不仁不易不明不智的 所谓高层商股票 我想就算短期有所反弹 我想请问一下诸位 咱们还有必要去抢这样的反弹吗 所以下半年咱们把精力放在大消费 医疗顺周期板块 做一波趋势 那才是咱们广大散户投资者 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 我是钱道 关注我 钱道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故事尖言 感谢大家收看 朋友们再见 欢迎订阅